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 90分鐘內有賽的第五站 GTS-F150在零路 因為這一場的纏鬥賽事太長了 所以只好只選前三個 那是準備起跑 翔哥的畫面 起跑 F150非常大 帶零路S彎的群就顯得很窄 翔哥稍微打滑了一下 似乎影響不大 這一場的崗位由熊本熊拿下 第二是渡邊 第三是在迪斯坦 還是翔哥 翔哥前面有三台車 那騰人的話呢 其實原本是在前面的 但是好像來不及會賽到 所以 成績沒有被計算進去 就從最後才起跑 這也是藍色的 好像也是 這也是 台灣的卡車塗裝 是不是 非常有趣 不只有一台車 用了那個 經典的藍色卡車組織 前面的渡邊也是 高爾德也跟上來了 然後 進入三台車的狀態 到第一圈 衝破一個彎 最後 難轉的湯匙彎 翔哥瞄準 內線 汽車超車 輕碰了醉 把醉擠出去一點點 又再擠了一下 尬得也擠了一下 你們兩個 這樣子沒有問題嗎 這裡就這樣跳到第五 哇 說真的啦 卡車很大一台 不碰撞 很困難 或許這時候 要 看車來 啊 尬得黏到旁邊 打滑 吃土 怎麼賣下來 第六 第七 剛超車就發生意外 我常常發生的事情 別在意 別在意 或許有一些 不要碰撞的規則 要根據不同的車 比較穩的 比較大排的 就會 推一推 然後 比較脆弱的可能就不行了 然後 然後 第七 尬得 前面是 小啪啪 後面是 從最後殺上來的藤原 第二圈已經殺到第八名 屈斷在壓 喔 曲斷在壓 前面小啪啪也正在跟 ALEX的決鬥中 前面小啪啪也正在跟ALEX的決鬥中 然後 被尬得追上 被尬得追上 是不是等一下 又會瞄準 太陽之溫 超車呢 前面ALEX小失誤 兩台車從左右兩邊 一次通過 尬得壓到草 打滑 吃土 又再一次落後 掉到第八 藤原 超過了GOD 上神一名 非常美式的塗裝欸 鯊魚 鯊魚 我還是美軍的 但是我是用 我是用 軍車的塗裝 綠綠的 還是黃黃的 我那算綠還是算黃 等會輕輕頂了幾下 小攀攀 好 從右側並行 又被拉開 最後選擇跟緊 欸不對 兩台車是透明的 穿透狀態 看來小潘潘現在身上掛著法秒 這樣子 要防守就沒有辦法防啦 在穿透的情況下 藤原毫無壓力 在S1 輕易的超車成功 那邊幾乎很難超車的地區 喔 小潘潘還沒有完全被敵敗 兩台車持續重疊 哎呀 分開了 我非常的近 剛的也來了 藤原的速度比較快 這時候 如果能夠盡量的吸尾流的話 應該是不錯的 往前帶一波 第三圈也要結束了 小潘潘往內 捏著內線走 打算超車嗎 這個距離 回來了 繼續吸尾流 最後一個減速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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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順利通過 我的身影只出現一下下 我也想要上鏡頭啊 好可怕 藤原好像開始拉開距離了 等一下小潘潘跟Gun的對決 看這個外側輪壓縮的程度 覺得這卡車真的是還蠻帥的啊 實際上也很大一台 在路上看到的話 不過其他人的時候 似乎那個 就沒有這麼明顯 B37個輪胎的動作 如果之後有我的畫面的話 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個動畫是弄得還不錯 Gun完全黏到了 小潘潘的屁股 小潘潘還是處於無法防守的狀態 Gun走內線 兩台車穿透 小潘潘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小潘潘潘 這個穿透我覺得還蠻討厭的 可能是為了線上賽比較能夠 進行 所以才設計 但是有掛法秒就穿透的話 變成 就 沒有辦法 怎麼說 沒有辦法有這種 PK的感覺 就是穿過去啊 工坊啊 激烈的工坊 如果都沒了 Gun吸著小潘潘的位流 或許會瞄準這個彎 兩台車 一起過 最後的結束完 Gun還是沒有出手 等待機會吧 那個扯慢不太好出手 大直線 越來越近 有機會喔 要不要掃完外邊了 完全外邊了 壓到旁邊 摩擦力比較低的區域 VG的順利超車 剛剛甩到他們的橙圓 則在前面不遠處 追上了G 究竟G可以防守多久呢 已經要到 第四啦 爭奪第四啦 踩第五圈 是不可擋 任氣大爆麻 在自己吃到頭了 速度慢下來 難追戰的內線 有機會守住嗎 唉呀 守不住啊 讓藤原爬升到第四了 第二名 也是 準備起跑的時候 精彩的故事 總是從起跑的時候開始 我們這個塗裝 還原程度最高的渡邊 這應該無話可說啊 這應該無話可說啊 超響的 第二人起跑 緊跟著熊本 一起跑馬上跟後面拉開的距離 超級接近的啊 不過SY區應該沒有什麼機會 只能不斷施壓 雖然感覺好幾次佔據內線 但其實都過不去了 進了 居然在連續幾次之後 渡邊就塞進了內線 熊本這個沒有防守 是測戶的決定嗎 我接下來玩熊本又換到內線 東邊還是沒能過 兩台車一起超捷徑 只有熊本吃土 可是路邊沒有超車成功 看來只吃了一點點 距離反而拉開了 距離反而拉開了 究竟東邊有沒有辦法為了 台灣的卡車司機爭光呢 比全湯匙彎 一段距離了 剛剛看了集團在後面 一段距離了 好像越來越跟不上囉 這樣不太妙喔 追上去才有畫面啊 好 經過了一個 直線 來到最後一彎的時候 又跟上了 兩台車又是重點狀態 那時候渡邊怎樣開來 比較快就能過 走 熊本又如果要防禦的話 就必須要趕快消掉法苗 左邊來了一個甩尾入彎 開得這麼拼 不怕輪胎嚇晃嗎 好 又一個甩尾 又一個甩尾 近幾年的 能夠像剛剛那樣嗎 並行了 這車比較早喔 比較早一個彎 這個彎再從內線 有機會有機會 結果兩台車還是並行的出彎 因為重點的關係 幾乎沒有影響 還是沒有超市成功 看來渡邊比較拿手前段 熊本比較拿手後段囉 是這樣嗎? 渡邊再一次達到並行 再一次從外側 或許瞄準下一個彎 從內側 不過兩台車是 穿透狀態一點意義都沒有啊 持續並行的 翔哥來了 翔哥跟上來加入他們 渡邊再次進攻內線 這個彎 不知道 我的感覺是不太適合 因為這個彎幾乎可以不太用減速的過 如果從內線進攻的話 必須減速後面就會慢下來了 渡邊小失誤 被熊本拉開距離 一邊進攻一邊防守 非常令人緊張的局面 翔哥瞄準內線 準備在第一彎 變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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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穿透嗎? 好像不是喔 兩台車是分開的 這翔哥沒有超車成功 渡邊的甩尾入彎 入彎速度很快 剛前面熊本拉的距離越來越大 在這個連續彎曲 我們隨時都在等待這機會 下車的紅拉 想從那一側 但是路線被站著 進去那一側了 超不過 還是回到原本的位置 第四名的是 Aless Aless Aless跟上來 Aless這一次 開到火箭車啦 把那個 過車的馬力調到最高 重量調到最低 完全的一個火箭狀態 所以這一次它是沒有分數的 在這邊它要如何通過會 嚴重的影響到 纏鬥的結果吧 我覺得 喔!翔哥自己打花 左擺右擺 停得下來嗎? 碰牆被牆壁倒回正路 痘痘沒有損失太多 這實在不太合理 又看到熊本了 不過距離還有一段 單台都稍微有點分開 究竟會往哪一邊靠攏呢? 不太好嗎? 不太好看 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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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還好沒有失控 哇 好像三台月分月開耶 不是往哪個靠了 而是月分月開 桶又來了 是否要抬一抬為桶園解決了呢 喔 熊騰的步調好像慢下來了 或者是渡邊的步調變快了 開車距離低縮短 開車距離低縮短 結果超速 自己壓到外面 損失了不少 好不容易縮短的距離又沒了 這次換翔哥從後面跟上 前面集團還是距離都蠻近的 後面倒是鬆散 都不用在這裡吃了一下沙 可以很明顯看到兩台不太一樣的動作 然後... 右邊都是甩進去的 兩個就比較沒有這麼晃 藤原完全跟上 ALEX現在處於最佳的攝影位置 從後面剛好我可以去照他們 ALEX最有機會通過的之前 ALEX竊爐從內線過 就由頭根去擋他 把ALEX擠出去 但因為ALEX的車輛不符合規則 所以不列入計算 藤原打到秉型 藤原守著內線 ALEX跟著藤原 藤原突然插回外線 然後自己吃草花又出去 被藤原成功的炒車 前面的渡邊就在不遠處 哇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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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第二圈開始 每一圈都蒙我的3E 這太誇張了 哎呀渡邊自己 在外面打黃 連防守都沒有防守 就把第二名拱手讓人了 在外面打開 我路邊 沒有 就這樣被甩開 也是跟了上來 對 木雕上的話 中邊雖然也有3E 但是 接下來的幾圈都是3E 3 怎樣追上 非常的困難吧 比賽也已經經過了快要20分鐘 這台車基本上都是 二停的策略 所以大概30分鐘的時候要停站 現在已經是 後半了 輪胎的耗損 最後的10分鐘比較難開 最後的10分鐘比較難開 這圈多少 3-4 一圈之後 距離已經被拉開 Alex趁著直線一次過兩台 沒有影響比賽 藤原小失誤 速度賣下來 再次被渡邊跟上 又有機會了嗎 兩台車穿透狀態 經過連續S彎區 人本黏緊緊的又消失了 狀況傑出 狀況傑出 Alice趁著最極萬千超過渡邊 中間łaz 阿巨也來了 剛剛原本退出了小羊 現在又再次追回 阿拉旁邊綠綠 還好沒事 艾萊斯有從直線過 不知道是不是跟藤原有一些小差者 第九圈快要結束了 剩下最後一小站 勝負好像大約定出來了 進入第十圈 連續S彎區 前面一陣煙 藤原 看來藤原小失誤了 阿就渡邊馬是一隻小失誤了 路到第五 好機會變成 表名次 只可惜阿 第一名 到第十六圈 藤原 總算是追上了熊本熊 第一次換台之後 過大概十分鐘左右 不算前面會被判失敗的阿拉斯 沒有曾經阿拉斯的話 他們現在實際上是在爭奪第一名 後面大家都分開了 目前沒有其他纏鬥正在進行中 而是本次最後一場 爭奪第一非常適合當我最後一場 在爭奪 爭奪 爭奪 原來會進了 happening 要怎樣 這邊 爭奪 爭奪 等於熱感謝 ," perhaps?" 原來越近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找机会进攻明不容易 实力非常接近 也是同队的 还没有到下手的机会 如果粘得够紧的话 很有可能再大直线下手 吸着尾流 熊本犹豫到底要收哪一线了 摇摆摇摆 只好选了外线 內线被藤原占去 操作成功 马上亮了黄旗 差一点点就要纵黄旗重来了 当然顺利拿下第一的位置 以上就是我们 在一次 90分钟有在第五站 GTS F150 在领悟的缠斗精华 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 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并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 还有FB粉丝团和LINE的官方账号 也可以去追踪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掰掰